大家好,我是小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蔓越莓蛋糕卷 简单好做,松软细腻,香甜又可口,根本是不够 首先准备4个鸡蛋,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中加入15克白砂糖,50克炊牛奶,45克玉米油,搅拌均匀 然后再筛入75克低筋面粉 用Z字形搅拌均匀,搅拌成没有干面粉颗粒,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蛋清中加入55克白砂糖,再挤入几滴柠檬汁,开始搅打 先用慢速打至发白,再转快速打发 直到打发至提起打蛋头呈现鸡尾状就可以了 再把1%的蛋白霜倒入蛋黄糊中,慢慢的翻拌均匀 然后再倒入所有的蛋白霜,再次翻拌均匀即可 不要过度的翻拌,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烤盘中铺上烘焙纸,再撒上蔓越莓干,或者葡萄干,撒均匀 然后倒入蛋糕糊,要分散倒入,防止蔓越莓干跑到一边去 最后刮平表面 烤箱提前预热2分钟,上下火170度烤20分钟 像这样烤至表面金黄,按压回弹就可以了 晾凉之后撕掉烘焙纸,再翻过来,从一头慢慢的卷起 之后再定型5-10分钟取开,切成小块即可食用 这样我们的蔓越莓蛋糕卷就做好了 超松软细腻的,没有任何添加剂 孩子也爱吃,喜欢一定要试一下哦